穿着粉橘色后外套的男子 大包垃圾就往河沟里丢 接着骑车快速离去 另一边还有富人停下车 将大包垃圾用力抛向河岸边草丛 这些举动全被监视器拍下 令人意外的是这台车那台车 一共十台机车车主竟然都是同一人 可是因为他翻超过太多次了 所以后面每一张都是六千块的罚单 他居然有十台机车在我们彰化线活动 这个我们真的觉得很匪夷所思 乱丢垃圾的机车一共有十台 而车主户籍设在南部 乱丢垃圾案件高达五十二件 累积罚款三十一万两千元 车主竟然拒绝缴纳相当恶劣 要重罚啊 对啊 我们可以让他们这样 我们这样没法制吗 私下了解车主疑似经营车行 除了有十部摩托车还有十三辆车子 分别在彰化嘉义及高雄 会合要大费周章分批请人乱丢垃圾 让环保局白思不得其解 现在甚至聚角罚单 行政执行署也将介入 尽管车主名下没有财产 但他所有的十辆机车十三辆轿车 将协助变卖 为乱丢垃圾付出代价 记得陈胜伟皇强富 彭新 彰化报导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